当我喝葡萄酒的时候 我就会揣摩它 有的时候一杯好酒 让你激动的起鸡皮疙瘩 特别激动 特别兴奋 你通过了照片吗 太好了 我们的海拔是1200米 昼夜温差大 白天有很强的紫外线光照 夜间有很凉爽的气候 我们在山上 宁夏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产区 最新的产区 但是可以说很有潜力的 新世界的新世界 他说你现在需要去学一门技术手艺 一辈子不用发愁 吃不饱肚子 我就问他说 去哪个国家 我还没有问他学什么手艺 我说去哪个国家 他说法国 加入我们的会员 在这一年里面呢 首先是在罗纳河 奥杭治这个地方 在Shatunov-Jubab 是一个很著名的产区 叫教皇新村 因为法国的生活太好了 对 它有太多好玩的地方了 我觉得葡萄酒应该是 要严肃一点对待了 那么我就申请了博尔多的 葡萄酒学院 实习的过程中呢 遇到了鸡黑 鸡黑是我现在的先生 我叫他叫他 我叫他 我叫他 我来的爱 我叫他 首先爱 然后后来 我叫他 我叫他 我的原因是 我来的 你叫他 你叫他 我来的 你叫他 我叫他 在我的天 在我的天 我的天 我的父母 是 我叫他 我和他有六、七年年 你也要教你了 你的味道和味道 你也要做了一份工作 这是我们的汽测局 他做了30年的经验 在西亚的地区 在地区的汽测 它是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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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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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拿去盲品 给John-George餐厅 米其林心地的餐厅 外滩的上海外滩 最好的餐厅 外国人叫Markus 英国人 这个是哪里的酒 有点像法国酒 因为当时中国的葡萄酒 在人们的眼中 是不可以喝的 是勾兑的 是假年份 然后买外国的酸酒 冠状的 这森子不是很漂亮 因为黑色的 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会在这种地团 它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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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其实我有点 不想回来了 但是呢 因为我的父亲 它始终觉得 我们宁夏一定能做出 中国最好的葡萄酒 所以我必须得回来 它的那个和我妈的唯一的存款 三十万块钱 养老的存款 拿出来 就做了几个不锈钢罐 然后我从法国 跟我先生买了十个法国橡木桶 背了一些小工具 一些酵母粉 就回来了 酿了我们的第一瓶酒 但是我仍然很担心 你知道做一瓶酒 是需要一千个决定 有的时候 你不是太确认 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因为新的土壤 新的气候 新的葡萄 我们还从农户手里 买的葡萄 我们不太了解 每天晚上都去品尝一下这个酒的时候 真的是很开心的 因为它每天都在变化